男人的精子其实很脆弱,很多时候生活中不经意的一些习惯,都会伤害到精子,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有哪些事情吧。 精子最害怕的七件事,一,怕烟,酒吸烟和酗酒,是我们精子的大敌,香烟中的泥古丁,不但能降低性激素的分泌,还能直接对我们进行屠杀,而酒精会导致我们发育不良,长期饮酒我们70%的兄弟,可能都要遭殃,二怕惡精子工厂制作我们精子是需要营养物质的,有些准爸爸饮食单调,偏食,飘食,不喜欢吃豆腐。 动物性食物,如肉,蛋,鱼和奶制品等,长此以往,体内容易缺乏各种矿物质,尤其是新元素,可使我们的正常形态率下降,从而降低男性生育能力。 三,怕纵欲过度,更怕禁欲我们精子的制造时间要三个月,太频繁出货仓库就空了,工厂也供不上货,勉强供上的货,质量也不能保证,有些夫妻反其道而行之,禁欲,准备,一击集中,这样也是不对的,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,在仓库长时间不出来也会老化,解体, 所以过度禁欲也不可取哦,因为精子在阴道里能够活二到三天,所以,二到三天同房一次的频率是最和谐的。 四,怕热精子工厂高丸的温度比体温低L2度,这样的状态下,工厂才能正常运转。 五,如果你有泡热水澡,泡温泉,在地暖上劈叉的时候,我们精子的长相也是会受影响的。 五,趴药,趴辐射长期服用镇静药,抗肿瘤药,激素类药,都会造成我们精子生长障碍,引发形态异常,大量受放射线照射也可能引起我们精子的染色体积变,所以需要服药合作检查的准爸爸们要和大夫及时沟通, 告诉他们自己在背云偶。 六,怕心情抑郁别老和媳妇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生气,情绪突变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内分泌功能,精子工厂会因此发生紊乱。 七,怕病如果患有前列限制,经囊炎,高丸炎,腹膏炎等疾病应该及时制行,这些病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精子的生成、发育等。 这几种食物常吃可保护精子一,苹果苹果,能改善慢性前列限炎患者缺心的情况,比药物更具疗效,且安全,易消化吸收,并易为患者接受。 二,番茄红素研究发现西瓜、葡萄、番茄和某些贝壳类动物体内的番茄红素,可增加补育男性精子数量。 三,尼丘尼丘富含的赖氨酸是精子形成的必要成分,常吃能促进精子形成,还有助于提高精子质量。 四,坚果,鱼类富含Omega-3脂肪酸,有利于精子细胞成长。 四,坚果,鱼类富含Omega-3脂肪、一 Godzilla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